你好 你好 又见到你了 你好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下餐厅的饭真的很不错 你看这个鱼啊虾啊什么的 都好新鲜好新鲜哦 你就吃这么一点啊 我不想饿 你不要告诉我 你也减肥吧 我跟你说 人每天呢都得吃一个鸡蛋 这样才能保证足够的营养 你看你看这个鸡蛋 这个鸡蛋好可爱哦 好好吃哦真的好好吃哦 对了我带你去那边拿 一会儿就没有了 走走走走走 我不吃 走啦 我真的不用了 我等一下 我不能让大包丝认出我 拜托拜托 鸡轩 帮我拿一碗汤好不好 哪种啊 蔬菜的 人事部传来消息 目前为止 王济川开了四个 四个 一个司机 一个主任 一个会计 一个二世的建筑师 建筑师太开啊 建筑师也开啊 说是没有遵守 Dress Code Dress Code 这个我不用担心 我的Dress Code 何止是遵守 简直是全方位超标 不过话说回来啊 小傅师傅最可怜了 听说去年 她老婆生了一对龙凤胎 觉得她生日不错 就把工作辞了 在家照看孩子 这下可好了 你家人啊 别提有多可怜了 请问这份镜 哪里可以买到仙台了 还有没有别的动向啊 最新消息 大BOSS 下一个目标 就是你们翻译部 你们就等着被裁员吧 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谁啊 我可是我们公司的前台秘书 我们公司的门面 有什么事情能逃过我的耳朵 我听说啊 王静川说 翻译部的存在完全没有必要 所以呢 他打算在外面找一个翻译公司 全部外包 会吧 怎么办 喂 全哥 上次你说的那个职务还在吗 先别遛给别人 我有意 好 晚上见 蜜蜜 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大难临头想各自飞啊 你就这么偏向我们不管了 你可是翻译部的主任 太过分了 年终大会的时候 你像张总邀那个奖金的时候 哇 那可是斑马的脑袋 头头是道啊 这一回 众人大人 你好歹也在王继川面前 替咱们好好说一说嘛 你们搞搞清楚好不好 这是王继川哪 又不是他弟弟 我才不往枪口上撞呢 把他搞火了 连背包都没有 没了 虽然坏人衣食如杀人父母 不过 大家不必惊慌 办法总是有的 什么办法 季川长得还挺帅的 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单身啊 要不大家试试用美人计 派我去 搞不好 还能扭转局面呢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千万不要被他的外表迷惑 想要吃到他手里的蛋糕 你就得游过太平洋 告诉你 这人超级贴碗 超级挑剔 超级boss 跟他在一起 你只会痛不欲生 不会吧 今天我们在早上碰到他 看上去挺斯文的呀 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 小天 不知道我们进川 砍价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吗 好 我就当教你这个朋友了 我给你五折 之前我跟经理谈的 都是八折 不然的话 这真的没法做了 这是底线了 真的没法做了 好 我再让给你百分之十 好不好 不然真的没法谈了 好 好 我再让给你百分之五 我已经五赚了 我真的是交一朋友 我怎么进的 我怎么给你 好不好 不然我 我也有领导 我上去怎么交的呀 王总 你 你 你这表情 到底什么意思啊 再降百分之十啊 你这也太离谱了 我做生意 没有配到过你这样的 这 这 我现在是亏本了 不是 你到底要什么 我要你的血 我 只有油 没有血了 一句话 签不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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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减肥了 就当减肥了 王总 我觉得有部电影 你应该去看一下 什么电影啊 吸血鬼 好 我有空回去看看 好了 你就别吓他了 不过这兄弟俩真是有天长之别 其实都不是上楼的灯 一个呢 超级能砍价 一个呢 超级能捞项目 一个唱黑脸 一个唱白脸 简直就是黑白双雄 现在的小姑娘年纪轻轻的 开始结实了 小秋 可不能这么结实啊 咱们敢翻译的 可是体灵活啊 知道吗 好 我下次注意 好 我下次注意 这边的胃口真好啊 从来没看你吃这么多 有点的 这个你能喝吗 来 你不能抱一抱十的 跟一家走吧 来 鸡蛋没饮过一口啊 这厨师得换 不要这么多 九月还要吃 你是哪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很面熟 我们见过吗 肯定没有 看清楚了吗 好像有一点点印象 那我工作都做完了 你总不会拖欠我工资吧 你赶快把它擦干净 如果不擦的话 我是不会付账的 而且我还会打给你们的设长 跟他好好说说你的表现如何 不信你试试 你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 就了不起 你就可以误录我 你会拆遣我 你打 你打 你别以为你随便说说 他就会相信你 看我告诉你 我那是通过严格的筛选 才被派到这里来的 大不了以后不来GNF工作 得罪你 我还找不到工作了 喂 我找销售长 我擦 我擦 我擦还不行吗 那你先道歉 我道什么歉呀 故意破坏他人财物啊 那你还害我丢了工作 你拿杀虫去喷我 你机器真好 那你赶紧擦 要是淡青的隔了夜 把这气损坏了 到时候啊 有的你赔的 一点都不大 对你这种嚣张的女人 我从来不客气的 那我们这点工具总可以吧 那你麻烦问一下 有没有那个抹布 还有清水剂啊 这边没有 要在那边看一看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你好 能不能借我一下 你的妈不快清洁剂啊 谢谢啊 一会儿还你 谢谢啊 我可以吃吧 我可以吃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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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川 我正要找你 什么事 我改变主意了 你还是等我离开上海 再商人吧 干嘛 你就专心 把你的设计弄好就好了 其他事情交给我 我保证把事情处理得一干二净 好吗 一干二净 你是指 把我的员工开除了一干二净吧 你别忘了 在行政上我高你一些 就算我现在还没有上任 我也有资格开除他们 没有我的签字 没有任何人可以被开除 哪怕是一个司机 司机啊 你应该叫他姥爷吧 一个经纪开一次车 这钱太好抓了吧 他当我们GMF是干嘛 逆钞票的 我的公司很赚钱 我有我的做法 我知道公司很赚钱 但是你按照我的方法做呢 公司更赚钱 我不想听你的方法 快点 商业是商业 好吗 我把他给你帮他 你帮我订机票 我给你帮我订机票 我又告诉他呼召号码 来来来 我跟他说 来 嫂菲亚 对啊 那个机票是要订 但是呢 那个名字改一下啊 你把名字改成王立川 回了 回 你还给我 对 跟你们董事长说啊 你说立川后天就启程了 基川 你 好好好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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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川 基川 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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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 放松 好吗 我们都是我命人 放松 放松 你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交接 而且丽莎的项目 仰开就要开始了 我不回去 又不是我要你回去 是爷爷要你回去 我不在乎 那 因为我跟爷爷怎么交代 我不在乎 好吧 你的人我一个都不懂 那你可以回去 一个都不懂 一个都不懂 好 这要差不多 那把你之前开除的 全部要回来 哎呦 不好吧 这手续都办了 我 我很没面子 手续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有人事部 最好 只要是一个电话 好吧 为了爷爷 不妥协 你要记住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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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妳好 妳好 请问你是 清除淡清 清除淡清 我跟你说 别难过 我都知道了 你 你知道什么 你是不是刚丢了工作 没关系我跟你说 被这种人开除 那都不是坏事 俗话说 这叫东方不亮西方亮 俗话又说 这叫枝上柳棉吹又少 天涯何处芳草 不好意思 你刚才说的那几句 我完全没有听到 什么树上棉花小 你也是华裔啊 我的意思是 那个黑星总裁跟你说的话 你完全不要放在心上 全都是废话 然后我们这些无产阶级 要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 你的英语是什么水平啊 词乎量应该没有问题 对话怎么样 没问题啊 其实我是在美国读书的 其实来上海之前 就是在那边工作的 你是美籍华人啊 我是瑞士级人 我是在瑞士长大的 我叫王丽川 你好 我是谢小秋 找工作的事情啊 包在我身上 肯定没问题啊 对了 帮我拿一下 谢谢啊 这边呢明天有个活 是外卖掐谈会 他们要会谈两个小时 车马费 加翻译费呢 一共是一千六 我分你八百 本来是我要去的 我看你比我困难 我才把活分给你一半的 这样应该可以给孩子 买一个月的牛奶了吧 这个啊是我的电话 我有他们的地址 对不起啊 我想跟你误会了 没关系 千万不要客气 人生呢就没有过不去的卡 我相信你 你后面一起工作一起搭档 肯定能赚得更多 机会更多 我跟你说 翻译是一门很有前途的职业 我相信你啊 有问题 等一下 我 其实我 我明天不能去 我很忙 那倒也是 刚刚丢掉工作 家里肯定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安排 不过没关系 你要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需要的话 给我打电话就好了 放心吧 你这边还有根本呢 你帮助你 拜拜 好 再见 对了 这里你给我收 这个你帮我还一下吧 是个清天工的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好 再见 再见 拜拜 你看我 你不能帮我 我心里有什么意思 我和你一定会想到 这种事怎么能问哪 女人上门男人就跑 外力邪数 喂 萧小长 没关系的 发言费等我哪天空了 再去找你拿好了 吃饭啊 不用客气了 以后我还得请您多帮忙呢 那好 我们周一见 拜拜 小丑 你真能到处挣钱 我们不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吗 我还是你师哥 其实我也不是很忙的 要不 小丑 这 天啊 下我一跳 凌晨三点了 该睡觉了 马上就好 你看看你的房子 看看你的环境 我的房子怎么了 生活一点变化都没有 我不想变化 你知道时间是怎么产生的吗 在大爆炸发生的时候呢 一切都产生了改变 这世界的每一分每一秒 跟以前完全不同啊 于是时间就产生了 但是如果有一天 所有的变化都停止了 过去 现在 将来 都没有什么不同的话 这就是时间的终点 宇宙的终点 没有变化 就是死亡 这关我什么事 这关我什么事 生日子 喂 你在干嘛 你也不是凌晨三点才回家 我是玩到凌晨三点 好吗 你看 不会吧 唉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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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喂 王什么王啊 王立川啊 我想起来了 你 你想来 欢迎欢迎啊 那好 那我下午在九三三路 汽车站终点等你吧 我今天不散 拜拜 你下午不是还有翻译吗 我找一个搭档啊 谁啊 是一个刚被裁员的外企司机 司机 谢小秋 拜托你靠谱一点行吗 他不是一般的司机 他在美国读书还在那边工作过 口语超好 所谓量也超大的 那他连一个司机的工作都保不住 外企嘛 有时候就是会浪费人才 好了 相信我 没问题的 小副啊 这个工资要怎么做啊 要多少钱啊 一次两块钱 上车投币就好了 好 您有零钱吗 没有啊 可以借一些吗 好 等着 走 走 汪总 公车太急 还是我送您去吧 不用了 你先回去吧 如果我需要你 我会打给你 还是我送您去吧 真的不用了 放心 你确定你知道位置吗 五九三三 对 你确定你知道位置吗 肯定没错 应该就是在这个附近了 可是这附近 我们走好几遍了 是啊 你放心吧 上来的路我很熟的 对了 请你看这个 这个呢 是我画的地图 我凡是经过的地方 我都按照自己画的上面了 这个就是我比较去的地方 这是你画的地图 为什么我也很看不懂 因为 这个星星 还有 这个箭头 是在哪里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只不过呢 这个地方我现在没有画出来 干吗 还是我来单路吧 走 就是这儿 走 你好 你好 我是谢小秋 她是王玉川 我们俩是陈美娟介绍过来的翻译 你们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你们懂车呢 我是总经理助理李欣 你好 相信陈美娟已经和你们说了 您好 您好 相信陈美娟已经和你们说了 相信陈美娟已经和你们说了 您好 相信陈美娟已经和你们说了 您好 她们带了翻译啊 她们都懂英文啊 小秋 小秋 师姐 会议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了 你们好好准备一下啊 好好准备啊 糟了糟了 我刚见那三个老外了 他们的英语我完全听不懂啊 怎么会 上次人家说印度英语你都听懂了 问了半天才知道 他们三个人当中 一个是法国人 一个是德国人 一个是意大利人 他们三个都通的是意大利语 英语就会那么一点点 而且口音很重 我跟他们沟通了半天 不是他们听不懂 就是我听不懂 而且还说我的英语有问题 早知道当初我就不来了 那现在怎么办啊 我们俩的二白都是日语 对了 丽川 你不是瑞士人吗 瑞士人应该会四种官方语言的 你只找会一种吧 我会三种 德 法 异 天才呀 天实呀 天意呀 那你们快去吧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啊 拜拜 这里 好好好 好 来 来 借着 那个 今天谢谢你啊 要是没你的话肯定死定了 不客气 这是你们的酬劳 拿着吧 谢谢 今天盖得非常漂亮 尤其是你 非常好 不错 李助理 这个钱不对吧 我们之前说好的应该是一千六百块 这里只有八百 况且我们今天来了两位翻译 给您翻了四种外语 而且您应该也知道 德语 法语 还有意大利语 这些价钱跟英语都是不一样的 这些我们都没有额外地收费 就这么点 你们爱拿不拿 我告诉你们 像你们这样的大学生 都是临时翻译 一小时两百已经很多了 就当是给自己一个实习的机会 你别走 李助理 里面也是一个很正规的公司 请穿手信用 好吗 别在这里给我鼓掌蛮缠 我还要工作呢 这是我劳无所得 你不给我救人不放 我告诉你了 以后永远不会用你们两个 打人 你 别打了 别打我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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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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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少给了我们八百块三一费 不是说我们一千六吗 肯定是他死寸了 什么 李希 怎么回事啊 真是 这个钱呀你都拿着吧 你要养家 生活也比我困难 再说刚才你为了帮我 还跟别人打架 我没有想到 翻译还是个高位的职业 对了 你没事吧 没事 要么我们到前面坐一下吧 好 嗯 不要了 收了给你吧 你的手破了 没关系 我有创口贴 你 我跟你说啊 以后呢出门遇到这种事情 千万不要跟他们动武 我们之声在外 适当力孤 你呢 要学会用面部表情 而不是拳头来表达愤怒 他在打你 你可以瞪他嘛 对不对 好吗 有没有 怕 不怕 怎么样 肯定有了吧 我就说嘛 你都怕到笑了 来 贴上 好了 谢谢 没事了 你知道吗 一个人皱一下眉头 需要调动四十二块面部肌肉 伸出一个拳头 四块肌肉就够 是吗 对了 跟你说一件事情啊 晚上六点还有地方要翻译 就一个小时不累 要不一起待会儿 我不去了 那是我喝咖啡的时间 喝咖啡哦 你以为很有钱吗 你现在只是个零食工 有上队没下队 你居然跟我说你要喝咖啡 要不要告诉我 我真的不想去 走吧 今天你帮了我 我去吃饭 走 你有来 钱在手里还没有污润 叫花出去 我又不是要去很贵的地方 先坐车啦 不知道这边能不能叫得到出租车 出租车 你知道在这边打车去市区要多少钱 你以为你条件很好吗 就不能节约一点啊 公积车站就在那边 走啦 H1 来 这边有位置 快来 你坐吧 一伙要开很久的 要站很久的 快来重坐 真的没关系 你坐吧 女士第一次 没想到你还挺绅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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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征奋董长的背单词啊 我跟你说 作为一个专业的翻译 要时时刻刻地想到提高主题 我说了没 记住了 好 记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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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里就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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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う 好 好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好 小心啊 小心 我真是服了你了 居然能沾那么久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公车了 感觉还蛮新鲜的 对了 我记得在这附近有一家餐厅还不错 我们一起吃吧 好啊 贵不贵啊 不贵 那就好 谢谢 你点吧 你喜欢吃什么 你点你点 我吃什么都可以的 按照你的口味点就好 不过不要点太多 一个菜就好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我都说了 按照你的口味点就好 我比较爱吃牛肉 麻烦你帮我点这个菜 他喜欢吃牛肉 好的 这牛肉好好吃哦 就是分量有点少 我跟你说 我每次做完翻译吧 我肚子都特别饿 我都想大吃一顿 你别光吃凉菜 来点硬货 来 这个牛肉可好吃了 来来来 在我的家商 我们是习惯生吃前菜 你家商在哪里啊 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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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远哦 好饱哦 吃饱了吧 可以上甜点了吗 还上甜点 两位 你们的甜点 真的有啊 服务员 你这写错了啦 我们吃的是一百八 你写成一千八了 小数点打错了 小姐 你们这次 真的是吃了一千八 要不然你仔细核对一下 不用 来 谢谢 谢谢 你怎么点这么贵的菜啊 难不成我今天白盖了 不抓赔了 对不起啊 我刚刚过了点菜 没有看到价钱 我跟你说 这个嘴就是无底洞 你知道我们现在吃了多少钞票吗 大吃上小毒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被开除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能用公款 算了 算了 你刚被解雇 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允许你不过务情 允许你不过务情 服务员 你把我没吃完的打包 打包 就 就这么一点 你还要打包 好吧 咱不打包 但也别浪费 我可以打包 不定什么 我让你去打包 虽然我会不会要 kö 虽然就一点点 但是怎么着也只一百八吧 我得洗脚曼地 好吧 就送到这里吧 我在这里上车 晚上我还要去打工 你还要打工 你这么需要钱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地啊 然后赚点钱以防万一嘛 再是我弟弟马上要上大学了 我得给他赚点学费 今天真的要谢谢你啊 你还是拿着吧 本来就是你的工作 我只是过来帮忙一下 顺便学习一点 这是你老有所得 再说你还要养家啊 这个钱五秒一人一半 这样很公平 谁都不难受 你真的要算得这么轻 你要说算得轻 我还应该把饭钱给你嘞 那好吧 我跟你说 临时翻译这个职业的收入呢 很不稳定的 所以啊 你还要继续努力 不要觉得八百块钱 拿到手就很多了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啊 要联合起来 来 车来了 我跟你说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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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副 你过来借我一下吧 先生 一共六十八块 好 给你 谢谢 小姐 你的咖啡好了 小姐 不好意思啊 让你久等了 二十块 谢谢 你男朋友等了你两个小时了 哇 这个太好了 真的吗 加油 加油 到底怎么了 你赶紧闻啊 今天笑的嘴都快裂开了 真的 为什么 跟你说了别八卦 CK君来了 小姐 你头发好漂亮啊 哪里剪的 等一下 找你钱 谢谢啊 你的头发真的好漂亮啊 真的 咖啡喝完了 要不要给她送过去啊 你的咖啡 她今天喝的是 中杯的普通咖啡 你送过去 拿好找机 好 先生 你的咖啡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对不起 非常抱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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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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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搞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故意的还了得 你们俩快去拿纸巾擦干净 快点 快起 你不好意思啊 快点 快点 快点啊 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他是先来的 难免笨手笨脚的 这样你把干洗衣服的 那个单子给我 我给你包箱 是我刚才不小心碰到她 那您这个电脑 电脑没事 那我帮你倒杯新咖啡啊 不用了 谢谢 我最好要走 不坐会儿了 谢谢啊 地怀 地怀 对不起啊 王丽川 刚才真的是对不起啊 不过谢谢你帮我说话 没关系 你刚刚一定不知道是我 谁吓了一跳吧 对啊 怎么那么巧啊 你一下子什么时候来啊 这家咖啡厅我常来 那你下次来的时候 我把钱给你好了 钱 修电脑的钱 不用了 你今天白天帮了我这么多忙 我还没有好好地谢谢你 可是帮是帮 赔是赔啊 这个钱我是一定要给你的 真的不用 我知道你很大方 但是我不能滥用你的好意 而且呢 你现在是非常时期 像这种时候 你找工作什么的 肯定都需要电脑的 如果你这么坚持的话 下次我就不会来这家店了 那不管你去哪里 我都可以找到你的 钱是一定要给的 真是 拜拜 谢小秋 你给我进来 谢小秋 我平时看你大大咧咧 你应该有点抵抗力吧 看见帅哥要淡定 你不是第一个 往他身上撒咖啡的人了 什么 他很帅吗 一脸胡子 脏兮兮的 懂什么呀你 帅就帅在胡子上 那才叫有形 那才叫男人 知道吗 有胡子就男人哪 我觉得看起来像职业杀手 那你要是不觉得他帅 你干吗把咖啡 破在他身上啊 我那是不小心了 我来说的 谢小秋 你心生爱慕 想接近人家 是可以理解的 我平时不把握 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说你几句 听不听有你啊 别在这个男人身上 画太多感情 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女孩一眼 是吧 各位 我求求你们 不要再神话这位CK君了 他很可能就是个普通人 普通人开豪车啊 开豪车的又不定都是车主 很可能是司机 那倒也是 是什么事啊 对 不行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好多女孩 嫁错男人哪 就是因为他们分不清楚 男人的品相 这不是有款就是业 三代才出一个贵族 懂吗 你就看这个人的气质 做派 当然你可能看不懂了 你就看看他给你的小费 你就应该知道 他肯定不是司机 各位 我觉得呢 找一个穷人和找一个富人 是一样的容易 要不然为什么七仙女 会找放牛郎呢 至于跟谁在一起更幸福 那还真说不准 说得蛮有道理的 道理什么呀 快工作去 听到没 这是 汪总 孩子周岁 老婆说一定让我把这个送给您 谢谢啊 都一岁了 这么快 那这个鸡蛋为什么是红色的 这个是传统习俗 红鸡蛋代表着红红火火 圆圆满满 生生不息 汪总 感谢您保留了我的工作 您说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要我失去了工作 我真不知道回家 怎么跟老婆孩子交代 别这么紧张 你的技术这么好 找工作一定是不难的 无论如何 我代表全家感谢您 不客气 对了 我要你到行政部做点事 管理文件 这样至少 没有人可以说你的工作不饱满 不介意吧 不介意 不介意 汪总 您放心 我一定努力工作 那您先忙 我先走了 慢走 谢谢 汪总好 汪总好 那个邵华刚才跟我说 我们帮方氏付了一大笔预付款 两千万 对啊 我们先垫付的 Lisa说年底再付清 那连个欠款合同 一个欠条都不答 你也知道Frank在的时候 爷爷跟他都是嘴巴说说就算了 你也知道Frank是相当奖心用的 Lisa不是Frank 这是他执掌方氏第一批的大项目 他怎么可以无凭无拒就让我们垫钱呢 但万一他不还怎么办 我们和谢北风啊 而且Frank过世以后 方氏里面都快打起来了 谁知道Lisa能坐这个位子坐几天呢 如果现在这个时候要合同 肯定会激怒Lisa的 所以我没找Lisa呀 我找了那个太监Jack Jack Jack更不好说话 你怎么知道 你找过他 两千万呢 两千万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跟他在电话上差点吵起来了 他说叫我直接去找Lisa Lisa 他来中国了 刚到 他是来视察那个什么青岛的项目 怎么了 那个设计开始了吗 刚开始啊 走吧 你给我去找他 不不不 这种事你一定最行吧 你不要带上我 在Lisa面前我没有安全感 好吗 你 没有安全感 你少来了你 对付他 要我们两个一起啊 万一我说不下去的话 你可以帮我圆圆场吗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脑多少钱啊 两万块钱 两万 因为它的配置比较高 性价比也是不错的 我打个比方啊 如果他这个电脑净水了 修的话要多少钱啊 你是说主板 就是键盘那一块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 怎么说也要两千块 两千块 这两千块不一定修得好 还得看实际情况的 谢谢啊 来 这两千多活又百干了 喂 萧社长 很抱歉啊 这几天忙分头了 先是两个旅行团 又是一个洽谈会 一分钟的空都挤不出来 这是你的酬劳 两千四百块 说好 谢谢 下次呢你把银行卡号给我 我直接打钱比较方便嘛 社长 您看你都已经给我酬劳了 还要带我来这么好的餐厅 真的是让你破费了 没事的 多吃一点 怎么样 去GMF工作 感觉如何 挺好的 GMF和九通是合作单位吗 不是 我们只是个案合作 本来有机会长期合作的 都约好了 今天要开会讨论细节 结果昨天一通电话就取消了 所以我看 还是再等一段时间吧 你快毕业了吧 还有一年 开始找工作了吗 还没有 要早点设定目标啊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到九通来工作 我是 不勉强 只是问一下而已 我是准备考研了 考研 考研也挺好的 跟我们这行的专业水准呢 当然是越硬越好 我们两个保持联系 我们九通就特别需要 像你这样的兼职翻译 只要您召唤 我铁定来 吃吧 你的学习成绩一定很好吧 我看简历上 你拿过红语基金 我都是靠那个教学费的 当年我跟你一样 外地大学生 家里没钱 也没有能帮上忙的亲戚 一切只能靠自己 师兄 你是在烫城革命驾驶吗 那你现在已经成功了 你还开了自己的公司 成功 这在上海叫不成功好不好 这只是刚刚起步 刚来上海的时候呢 我还只是一个 原生态的小男生 原生态 是 单纯 本色 天真 清晰 四处惹白眼 老是爹跟头 当年你肯定受了很多苦 不过现在多好 你已经着装成长了 你也会的 快吃 好好吃 多吃点 那箱红酒啊 都给老刘赶紧送去吧 他喝了红酒啊 这事就办成了 太好了 季川 丽川 好久不见了 是啊 是 Richard好吗 爷爷非常好 青岛会展中心 你们开始考虑了吧 我在飞机上啊 把资料仔细地又研究了一下 我觉得温哥华和墨尔本的会展中心 是我们最好的参考 他们对环保的标准 还有对海景的利用 建材上的革新 这些啊 都是我们期待你们去超越的 还有就是隔音非常重要 我需要你们去找到最先进的隔音技术 我们可能在东边搞新品推荐 西边搞摇滚歌会 当中呢 有可能是会谈 讲演 所以你们要做到完全割音 互不干扰 还有啊 季川 先坐 你啊 就不要给我那些讨厌的地毯窗帘 不是 其实地毯那些 不要用那些后现代理论来说服我 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什么好看 我说不好看就是不好看 是 是 李川 你是总设计师 不会在上海遥控吧 是这样的 那 那个现场我们已经勘察过了 那里环境比较乱 李川现在身体情况呢 不适合在那边久留 可是你们知道 方氏对项目质量要求很严格的 李川啊 我觉得你还是要坐镇青岛 严格把关 我明天就去青岛 会在那里待四个月 好 喝点咖啡 Jack说你们有事找我 对 是这样的 那个 现在在施工的那个利水和小区啊 我们GMF已经帮方氏 先垫了两千万的这个材料费和投机款 夫人上次您说过的 这个年底可以把账结清的 是 有问题吗 年底结清没有问题 我只是想说 可以有个什么合同了 或者是可以保证一下比较好 当年Frank跟你爷爷谈生意 从来都是口头协议 是看脑的交易 怎么到我们要改规矩了 方氏哪一次说话不算数啊 这 这倒是没有啊 没有啊 你知道啊 我们发展商这个行业啊 是非常有风险的 我们的运作就是给予其他人的钱 我们花的就是别人的钱 如果你们的钱不想先让我花 那市面上的设计公司 不止你们一家啊 你们兄弟两个的设计费 比美国的Gaast公司还要高啊 我从来没给你们讨价还价过 没有 所以这是有了默契了 就说到这儿吧 夫人 那个那个 立川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补充的是吧 立川 夫人 我们对你无比信任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我们也不是不肯垫钱 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凭证 凭证 你有什么意思 万一一南天出门过马路 不小心被车撞了 没人知道方式来欠子GMF两千多万 得偷ization 所有人都没有你 那个区别人 这些人都帮 bour方式来好 那推少变 VAN 你真的不就跟着一起算吗 我 夫人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的对不对 你说反正连你都会到了啊 对 那还好几个月呢 那利息怎么算呢 什么年代了 还在那边口头协议 她肯定了 我看她是存心想赖账 我们说到这样子就不要再讲下去了 我们有五个项目在她手上 万一她生气了 退股 我们麻烦可多了 你知道麻烦 那你刚才还诅咒人家 我看在关键的时刻 你比我还能得罪人 早知道不带你去了 我本来就不想去的 是你一定要我去 再说 跟丽莎沟通 就像兜圈子一样 没什么用 爷爷 上海分部那么缺钱吗 怎么两千万块钱都垫不出来了 我们没有缺钱 这是你哥哥出的馊主意吧 让他接电话 喂 是你让丽川去找丽莎要钱的是吧 是那个 是 爷爷 不是基川做的事 我们没有去要钱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去得罪那些开发商 开发商要是打个喷嚏 那建筑商就会得肺炎的 你懂不懂 好了 这个事情过去了 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也跟丽莎都说过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爷爷 我还要去一趟青岛 你知道丽莎那个会展中心 马上要开始了 工地上太乱了 你别去 还是去好了 不然丽莎不放心 这就奇怪了 我对你的健康那么伤心 你都不在乎 这么一个丽莎的会展中心 你这么在乎呀 我告诉你 你在我的心里 你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赶紧回来 赶紧回来 好 我一定尽快 再见 爷爷 你可不可以在洗手间刷牙啊 你可不可以在洗手间刷牙啊 人长得太帅了 这是镜子刷牙老爱分神 你看啊 这事情只有是你说的 爷爷就不追究 要是我的话 早就把我骂死了 你是董事长的接班人 不帮你骂谁啊 这个丽莎凤啊 真难搞 比当年那个Frank还难搞 比当年那个Frank还难搞 我倒是觉得Lisa会给钱 她会急于证明她的话 跟Frank同样有效 好啊 好啊 好好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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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胜利了 前星期五到账 嗯 快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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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样子 好啊 好啊 那你先过去等我 我马上就过来 不是 我是说 你先过去坐 我马上就把咖啡端过来 好 好 不用早了 哇 一个大女人穿紫色的衬衫啊 那叫高贵 来着 干嘛呀 怕你太激动了流鼻血 要不要我帮你想个办法 制造点机会 让你把咖啡泼在她身上 我跟你说 最好是在裤子的这个位置 你可以跟她说 哎呀 对不起 然后你就帮她擦擦擦擦 好了 你认真点好不好 好 认真点 看看我 我的样子怎么样 好不好啊 好啊 她说的好 好不好啊 她说的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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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她搭闪能不能成功 跟你说了别八卦 我看不行 我看行 我赌一块钱 一块钱有什么好赌的 我赌一块五 我赌一块钱 我赌一块钱 一块钱 金文 有件事吧 我想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啊 就是你说的那个CV君 其实我认识 她结过婚有两个孩子 之前呢是在一家外 一起坐司机 所以开的都是豪华车 不不不不 什么意思啊 什么以前啊 她现在失业了 正在找工作呢 不可能 你看她跟你说的完全不一样 真的啦 因为之前我在那家公司 做过临时翻译 所以我见过她好几次 那你说她结过婚 戒着呢 也许忘带了 谢小秋 你们别八卦了 其实我跟你说 据我的分析啊 她至少身价十个亿 十个亿 十个亿 不可能 我之前都给她找过好几次工作 她还需要你帮她介绍工作 你知道她手上那块表 多少钱吗 多少钱啊 这个数 三千 她也买得起 三十万 被骗了吧 嗯 她什么意思 她说我被骗了还是她被骗了 我被骗了 不可能啊 那就是她被骗了 那倒是三十万买了一块A货 哎呀 那就真被骗了 嗨 这个是我们店新送来的吞拿鱼三明治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钱已经付过了 我请客 谢谢 哎 你新换了台电脑啊 啊 对啊 这个是我赔给你的修理费 两千块不知道够不够 啊 你拿着吧 我不用了 不行不行 这个一定要给你的 不用了真的 你还是学生 你比我更需要 可是你失业了 而且还有养家糊口 再说了 我损坏财务招架赔偿也是应该的 而且你比我更需要帮助 一定要收下的 收下收下 其实 我没有那么需要帮助 啊 小秋啊 其实我们之间 有一个小小的误会 嗯 什么误会啊 我根本不是司机 而且我没有失业 啊 是这样子的 是我的司机失业了 我哥把他开除了 你哥 就是那个大老板啊 但是你不用着急 我已经把那个司机 请回来了 他的一家四口又有饭吃了 你不用替他担心了 小秋 王立川 收招你的东西 跟我出来 小秋 小秋 你听我说嘛 我本来就喜欢汽车 而且我喜欢开车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认为 我就是一个司机 而且我没有说过我是一个司机 也许我长得就像一个司机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我 我本来就 别过来 有什么会站在那里说 好好好 我本来就想跟你说 但是后来我们又见面 接着又见面 然后又见面 我 对啊 然后又见面了 我们是一直见面一直见面 但是这个你不告诉我 有什么关系啊 你对我这么热心 我不忍心拒绝啊 不忍心拒绝 我以为你很需要钱 所以我才把所有的工作机会 都分给你一半 我不是全心想骗你的钱的 那我的时间跟你也是一样的宝贵 我每天只睡五个小时五个小时 我天天要赚生活费赚学费 我还要给家里还债 我恨不得每一分钟都变成钱 王立川 王大先生 你要是想找乐子去别处 本姑娘不陪你玩 还有 以后敢再来我们咖啡店 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还有 你要是再敢来我们咖啡店 我见你一次 破你一次咖啡 你刚才在外面对客人吼什么呀 你刚才在外面对客人吼什么呀 我都不敢对客人吼 你吼什么呀 你想赶走我们的客人是不是啊 这种无赖你与他那么听话当 说不来就不来了 你走 我去找厕所 我去找厕所 小秋 这是CK军医日让我交给你的 我又没你们八卦 我来到的时候 你带一个人 带一个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星星还有这个箭头是指哪里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只不过呢 这个地方我现在还没有画出来 你对我这么热心 我不忍心拒绝啊 我以为你很需要钱 所以我才把所有的工作机会 都分你一半 王立川 王大先生 你要是想找乐子去别处 门姑娘不陪你玩 还有你要是再敢来我们咖啡店 我见你一次 破你一次咖啡